主料,西兰花200克,洋葱一个,辅料,油,盐,酱油,红泡椒一个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材料如图,把所有的材料都洗净切好,锅里烧水,下西兰花桌下捞起,热油锅,下洋葱炒下,再把西兰花倒下去一起翻炒,最后把红泡椒放下去,加一勺盐, 加少许的酱油,翻炒出即可,盛出来,烹饭技巧,西兰花比较不容易清洗,先提前泡下再焯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